你知道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是哪个吗? 接下来就带你揭秘 皇家园林分为大内园院、行公园院和离公园院 周围全所住中国古典园林史中 把颐和园归纳在离公园院类别下 颐和园和成德避暑山庄、卓正园、刘园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颐和园曾名清理园 园名出自诗经、河水清且涟漪 乾隆建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生母 孝生献皇太后纽孤陆氏的60岁大寿 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 光绪14年,慈禧重建修复此园 后来改名为颐和园 其名为颐阳太和之意 颐和园的整体布局采用了一池三山 中国皇家园林传统的造园手法 颐和园将昆明湖分成三个小水面 西湖、阳水湖、南湖 每个水面各有一个小岛 形成湖、堤、岛和一个新的一池三山形式 真正体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高超与奇妙 颐和园之大需要用五个小时才能逛完 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 全园分为三个区域 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 以玉兰堂、乐寿堂为主体的生活区 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的风景游览区 园内建筑以佛香阁为中心 共有亭台、楼、阁、狼、窃等不同形式的建筑三千多间 颐和园采用了很多的造园手法 阁井在万寿山东路用围墙 隔出了园中之园、斜去园 其设计就是仿照了江苏无西惠山的寄厂园 在颐和园这样大型的皇家园林中 也可以欣赏到南方四家园林的风光 借景的最佳例子就是著名的燕京石景之一的西山晴雪 颐和园是欣赏西山晴雪的最佳观赏地点 颐和园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的高超水平 下期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欣赏颐和园的景色风光 袁小佳 您身边的造园专家